好的防守不一定说自己丧失机会 而是把对手的这个状态控制住 然后让他再差一点 你再进攻 完全还可以战术编号再多一点 其实第四盘我为什么说很好呢 其实马奎尔也是在阐述这个 我没有状态的情况下 我怎么控制这比赛 前几天的解说也在强调这个题 在这个环节上 包括卡特啊 福家俊啊 处理的都非常好 包括这个 埃伦 半球三埃伦 埃伦是手管太差 你战术再合力 最后你还是要打 但是其实第三盘是个分水岭 第二局的时候 当时昨天半球三 已经在尝试着去设法的限制 让我们的进攻 第三局一杆五十加 那一杆 其实是决定了整场比赛 看似好像无比一大比分领先 但实际也是很玄妙的 一场比赛 死灯啊 推过来交黑球 我觉得 梁杨博要学会调整 来变化自己的这个 战术 贪力库 交到了三颗球啊 就是一直强调职业 可以的情况下 他不会为难自己交一颗 三颗球啊 随便挑 选择最下方的这颗红球 没问题 那已经领先了45分 而且照这个红球的局势来看 梁文波机会不多了 稍稍大了一点点 看咖啡球 边上这颗红球 中带有没有机会 我说从这杆力度 马克尔很不满意 确实是今天这个手感 差的很多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马克尔这个很细节性的 这个校位的变化 他这杆球 黑球可以轻轻点一下 叫左下角底带 最近的那一颗 但是那颗球离苦边相当说比较近 你手感稍微差一点 可能你会打不进去 打不进去 就可能会给对手留下机会 所以他选择低杆去退 叫上边的红球 先抢分 这个是他的一个 根据自己的手感 来调整的校位的方式 防守 真是没运气啊 53比1 大家可以看到 他状态不好 半太球 不打了 但是 防守上稍稍的 还是情绪上 其实马克尔 对 看他出干这些 其实很随意 其实马克尔的情绪 不是一个 像傅家俊那偏稳定型的 其实马克尔 还是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急躁的 其实梁文博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点 大家可以看一看 本来自己没有信心 怕给对手留机会 想防守一看 但是正是因为 好的 看看木球 不错 想稳妥一干 反而给对手留下了更好的机会 应该说这个 这一干就是马克尔情绪问题 他 因为上一干 球较不好 所以情绪一激躁 反而防了一干失误 从这个角度也能够看出 马克尔非常 看重这次比赛 对 马克尔自己也说 北京是他的一块腹地 他曾经获得了08年中国公开赛的冠军 而且在08年的中国公开赛上还打出了147的满分 对于马克尔来说 这也是非常值得纪念的 双丰收 到现在为止 马克尔一共打出过两次单杆最高分147 还有一次是在00年的时候 当时苏格兰公开赛 一共获得过4次排名赛的冠军 这根球啊 刚才这颗红球 马克尔没敢打 被梁文博打进去了 这个很细节性的交位 来看马克尔对今天自己的手感 还是信心不足 确实是信心不足 这个恰恰是梁文博的一个机会 对本来 我觉得有点像第四局的比赛 只不过第四局是双方频繁的给对方送出机会 这次是梁文博送出一次机会 马克尔没有抓住 对 先是母球走位不到 紧接着又是很随意的一根 想保守一点 反而给梁文博造成了一次机会 这样的话 还是那句话 相对于马克尔刚才一样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 这个局势 马克尔是没什么机会了 53比18 还落后 35分 那就弹一裤 后手加干有一个咖啡球 24分 28分 两波的算分 第一代 有点悬 对 稍稍的厚了一点点 自己出完干 马上也在看 意识到了 其实这选手就是出干的一插打 他马上就会意识到究竟这一干会出现什么效果 做到心中有数 很清晰 应该说马克尔一干随手的击打 把自己如此巨大的优势 也脏走 OK 那颗红球 力度 33比53还落后 20分 其实对于马克尔来说 我印象当中 他的心态不应该是这样起草的一名选手 他个人的情绪 还是有些个人情绪 因为马克尔的球技还是非常好的 这些年之所以在站在夺冠上 针对于他的球技来说 还是有一点点不匹配 对 04年两次排名赛冠军 07年一次 08年一次 对 一共职业生涯就拿过四次排名赛冠军 对 中国选手丁景辉拿过三次 大家可以看一看 所以说马克尔他的 如果说非要有弱项的话 就是恰恰是他这个情绪问题 嗯 干法高了 报题 41比53 还落后12分 应该说 这个分支对于梁文波来说 梁文波再算啊 首先第一 他有两个难题需要解决啊 四叫五 因为他需要轻彩球啊 四叫五是一个难题 五叫六 六究竟如何打下 因为他必须要打到粉色六分球 这个就是 这是选手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 能不能可以 没有撞到 他是叫蓝色五分球 为什么叫蓝色五分球啊 因为大家可以看看 现在五分球跟四分球离得非常远 我把五分球打回点位 我四叫五就容易多了 就说明现在梁文波脑海非常清楚啊 他是很清楚 我要 然后他还没准备地方 我把五分球体打下来 我把五分球打过去 准备地方 感谢观看